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继续跟Keith聊 刚才你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简介 说了APP是怎样玩 Gamification的Style 去吸引更多人玩 但其实我知道 卖点除了刚才说的之外 AI、Gamification 连Crypto你都能运用到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可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Crypto的部分 Crypto的部分 我们是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APP SweetCoin SweetCoin其实在过去一年 在美国的健康牌榜 长期第一位 整个程度曾经试过上了五位 整个程度 我开始觉得很疯狂 为什么你一直走路 给你资金 给你资金 会有效的 它的概念就是我一路走路 它就因为你走得越多 它就利用你越多的Coin 是 用GPS OK 我开始觉得很疯狂 后来其实我刚刚去完美国 我跟别人谈完之后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我讲一讲大纲 我的 thesis 就是很久之前 刚刚在App Store的时候 就有Paid App 然后Paid App 后来开始下跌了 就变成了freemium 是 就是由付费给一个APP 到免费APP 但里面有些东西收你资金 是啊 我觉得这个下跌就是因为现在要资金 费费得太高 反而是你用的app 是会给你一些钱 去捐运回你的 usage 因为你的Data是 dear 你看着用的时候 你正在訓練 是的 沒錯 我也給你一些值得的東西 就是我的資料 某程度上是我的資格 是的 是的 所以除了Squadcoin之外 其實內地有些看新聞的APP 他們都會給你一點錢 其實這些是在二三線的城市來說 那些人很喜歡因為有錢賺 我們覺得以這個概念 為什麼除了令到人 因為是想令到人有一個健康的習慣 除了他好玩之外 還有錢賺 所以就雙倍想繼續玩這東西 是的 真的很上癮 那你這個機制是否都是 譬如我做的exercise 越多 深蹤越多 我就可以賺到的concept 越多 是的 那個機制就是有不同的challenge 基本上30秒要做15下深蹤 你每天可以做6次 但是你有個street 你連續做 做到每5天就有些bonu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書 關於habit forming 我們覺得做運動其實不是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跑6個小時 我們希望每天你有一個習慣 可能三天要一分鐘做30天 那你有什麼習慣 你就會保持著 build on top of it 哦 interesting 那就是說我用這個APP 只要用得越多 我就可以賺到coin 越多 那需要不需要開定什麼wallet 在APP裏面還是要另外再博 這個good question 再講一點crypto 就是你每次完整的challenge 有三個limpo token 大約玩30天到40天 連續玩 你就會賺到1000個limpo token 這個limpo token 其實已經在6 major exchanges 已經可以買賣 哇 挺不錯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賣出去 是 然後有錢拿回來 在這個時刻 因為wallet是麻煩一點 所以你要賺到1000個token 你可以打你的ethereum address 我就會傳過去 就傳過去 但未來它本身會把wallet 不夠多foo coin 就是我不夠多exchange 可以做到交易 那如果你有6個 其實也挺不錯的 那如果要賺到1000個coin 我大約要用多久呢 平均 就是一個做一年 半年 還是幾個月都做到 其實做30天 40天 就已經可以賺到這個東西 但為什麼我們覺得crypto 可以混合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 其實 currency 有時候流行遊戲 是很makes sense 就是打遊戲 有金幣賺 是完全makes sense 是 我們賺到這個 但其實我們 除了可以換到錢之外 其實未來也會有很多不同的 content 你好像可以unlock 其實我們都覺得 大部分其實會 prefer 是買一些 in-game content 例如一個新的character 一邊去深津之後 新character 新 music 新衣服 哇 好神奇 就是用那個 好像去風樂廳地玩的 就是exactly 就是用一個代表可以購買其他 遊戲的experience 非常興趣 好 這一節的時間是否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話題